人类的天启与往来,在地球上留下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道路,不同时空的路朝向不同的终点,也有些路同往同面的方向。 二院山海,铃骨沧桑,我们最无法忘却的,是那些携手同行的美好时光,和千百年来都未曾改变的,共同梦想。 这里是中欧班列在北京的始发站,满载着货物的列车,一路奔行上万公里,十多天后就能抵达欧洲。 奔驰不息的钢铁驼队,常常让人们想起山间回荡的生成驼铃和大漠飘飞的寥寥孤烟。 旧时一月年为继的思路贸易,如今迈入了以天计时的崭新时代。 一次次出发和抵达,丝绸之路经济带让绵更万里的古丝绸之路,焕发着新的时代精神和文明内涵。 经济海上丝绸之路,中国制造的瓷器远达非洲等地,与此同时,来自国外的玻璃、金银等制品也被运往中国。 承载着来自东方的友好和期待,一批批物资穿越茫茫大海,波涛巨浪,在蓝色星球上勾画出美妙弧线。 中国外交资的贸易历史,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缩影。 中国海上四周之路的文化贸易交流,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,同时在今世文化里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 先民们很难想到今天的中国正更续历史,谱写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崭新篇章。 一个理念激活了2000多年的文明记忆,一个倡议激发了150多个国家实现梦想的热情,共建一带一路让人类走进文明交融的新时期。 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城,记录了许多交流互建合作共赢的篇章,此刻它即将见证和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。 这段历史将连接过去和未来,让一个个当下不断塑造世界的新认知、新想象,引领人类走向更差美好的明天。 文明花丁